我們一定會實現 我們所有黨團的黨籍議員都認為 他這個政見是可以實現的 目前中華汽車有限公司所推出的eMovie 目前公開售價就是三萬多塊而已 三萬九 各位想想看 買一台三萬九 我買五萬台 會不會更便宜 我們的目標希望三萬塊可以達標 我相信未來這個電動車 因為繩索之後 競爭之後價格一定會更低 我想說我們這個政策 有市政府未來編列三萬塊來買電動機車 絕對可以絕對可以達標 大家上網隨便看這個可以抓到 這個是中華汽車的官網 隨便都下降得到 目前最新單價這便宜就是三萬九千980塊 我們未來要買五萬台 絕對可以三萬出頭可以買得到 這是我們絕對可以做得到的 絕國來委員在推這個政策之前 事實上曾經先跟我做了很多的討論 然後也拜訪過台灣的幾個主要的電動機車的製造商 所以第一個呢就是說 價格上我認為是絕對可行的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說我認為這個政策的重要性 也遠比價格還要重要 這是一個非常有前瞻遠見的計劃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是要往低碳零碳的方向走 所以怎麼樣子能夠讓機車盡量的全面的電動化 這是一定要走的方向 那基隆市如果能夠帶頭做這件事情 事實上可以帶動台灣其他很多城市跟著走 對於電動機車的製造商來講 這是個非常大的誘因 所以呢 那這個基隆市在謝國良市長未來呢 能夠帶頭做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大的談判的這個機會 那個時候是2014年的8月 市議會呢 國民黨議員正式提案 曬先提案 將葉匡時列為 這個不受基隆歡迎的人物 而且受經過基隆市議會 不分藍綠黨派一致通過 並且還發文到交通部去抗議 那個時候謝國良是基隆的立法委員 當時港公公司把給基隆的開發回饋金 從14億大幅降為只剩下4億 那葉光石前交通部長 還不同意把這4億給基隆市 所以今天謝國良居然還請葉光石來背書他的交通政策 這不是太可笑了嗎 而且還說一定沒有問題 那你當初2014年你是怎麼對基隆的 你當初2014年你是怎麼樣去讓基隆變成是一個落後 退步沒有光榮感的一個程式 那所以我覺得今天葉光石來背書 我覺得是很可笑 而且再一次凸顯 這個政策說實在是不可能去執行 這個講說什麼邊3萬邊4萬補助3萬補助4萬 你去看看啦 現在GoGoGo樓哪有一台3萬4萬的 那你要硬要講這個電動車 那電動車也不只這個錢啊 你補助5萬台開玩笑全台灣也沒有這種政策啊 基隆的交通建設在那個時間點在葉光石擔任部長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說是基隆交通發展的黑暗期啊 那沒想到謝國良把過去大家 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 今天又把他帶到議會來當寶 我不曉得他的想法是什麼 那我剛才看到這個照片裡面有許多 國民黨籍的議員跟他站在一起啊 那我想提醒這些國民黨的市議員 不要忘了當時你們罵過他 你們把他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物 那我是覺得說 謝國良要找任何人來為他的交通政策 背書我沒有意見 但是千不該萬不該找了葉光石 而對於葉光石前部長跟基隆的關係 謝正寅稍後也回應 部長在交通部期間 是協助基隆爭取全國唯一e-tech折扣的主要推售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